大家好,我是麦伦树 之前的帽蝶爬爬得到了很多人血 很想联系工厂量产,只可惜财力不足 既然答应让大家玩到 那我就将模型分享出来吧 我会将模型发布在MakerWorld上 没有打印机的朋友也可以在购物平台搜索我的名字 就可以找到代打了 希望各位能够尊重原创 在代打代做或者发布视频时写明出处 今天帮我宣传一下也方便大家去搜索 最后求播点赞评论三连转发 言为正传我来讲解一下安装过程 这次零件主要用黑色来打印 腿部则是黑白 当然可以用白色加手工上色 主要给两个轮子套入20x1.9毫米的欧圈 找到5个15尺的齿轮 找到最短的轴 插到三孔不带涂盘的15尺齿轮上 将齿轮和轴插入到机架的圆孔内 翻转过来插入三个孔15尺齿轮 注意齿轮的小秃团面向机架 简查齿轮是否战斗顺畅 最后可以用502弧度固定 找到一对支鱼粉 用M2×5螺栓插进去 注意左侧的腿搭在右侧的腿上面 将它们拧入到15尺齿轮的小孔上 不要完全拧死 要能活动 安装到机架上 再拧上两侧长圆槽的螺栓 其他几个齿轮也如法刨置 注意机架上 欧坑里装的是带涂团的齿轮 简查它们都能顺畅运行 放在一旁备用 拿出中间长度的轴 在中间插入电套 之后找到四个小齿轮 按照图中所示安装 小齿轮的孔不是圆的 安装时请注意方向 可以配合机架上的凹坑来安装 插入电机 接下来注意四个齿轮朝向 要让前后两个齿轮的朝向相差180度 上下两个齿轮朝向相差90度 装入刚才组装的带齿轮的轴 抠啥另外一边的机架 如果压不紧 可能是齿轮的顶的 轻轻拧动齿轮即可对正安装 正常安装之后 四个柱子是没有缝隙的 给四个柱子拧入M2x5螺栓 插入电机尺 给电池盒插入电池极片 注意极性 把伸出来的电极片压弯 给三档开关焊接X型导线 开关中间的两个电极焊接到电池盒的一侧 将一侧的两个电极引出的电极导线焊接到电极上 注意导线长度 用M2.5螺栓固定电池盒 注意别压坏导线 通电测试是否正常运作 用最长的轴来安装轮子 带齿的轮子安装在电极尺的这边 另一边轮子插上即可 这轮子不要砸得太紧 差不多到位就可以了 继续通电简单测试一下 把M2.5螺栓安装小幅度螺 找到8G座的两个零件 对准上面三个5毫米磁铁孔 压入5x2毫米磁铁 最后再将8G座用M2.5螺栓固定在机架上 装上你喜欢的8G就大功告成了 如果安装多少头就用它来替换8G座即可 感觉观看求三连转发关注 欢迎在评论区提出你的建议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